针对近日西安市多起群众反映的看病救医难突出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月6号上午召开专题会议 部署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孙春兰指出 疫情防控本身是为了人民的健康 为了护佑每一个生命 发生这样的问题十分痛心、深感愧疚 暴露出防控工作存在不言不识的问题 教训深刻 医疗机构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医疗服务 因此防疫期间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具了之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完善疫情条件下医疗服务管理运行机制 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进行分类救治 每个区都要安排定点医院负责接诊 有关医疗机构也要设置必要的 急诊抢救、手术和病房缓冲区 确保患者诉求能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 频 颜色灭 预防控管理